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又是我這位主持有馬爾 嘉賓阿伊伯 現在只有兩個人 因為你今天要說一些很神秘、很可愛、很美麗的東西 有多神秘啊 我真的要插進來 其實我不是有路過 還要讓人出聲 我們今晚說的是《呼》《動漫無雙》的第二集 好像都很久了 計算上一集都 沒有人慶祭數 我們可以慶祭數一數 因為我都沒有所謂 我們第二集的《呼》 我們會講些什麼呢 上一集我們會講 簡單來說是《呼》一些名詞 我們比方配對 有空再講 我們今集會講一下《呼》的歷史 就是日本這個《呼》的文化 如何形成、源頭和發展的情況 好了 我們講的歷史會有點悶 希望各位沒有介意 我們先換五分鐘 我們開始會講一下《呼》是什麼 我想說《呼》是什麼 其實《呼》 所謂的《呼》 其實有時候是屬於《丹美》的意思 丹美就是 我們是日本文學 我們會追求原本索隆 丹美就是由日本的新浪漫主義出現 什麼叫新浪漫主義呢 我們請教我們協書 叫《丹美》 叫《丹美》 阿老師 對 現在又馬上了 好了 我們這個新浪漫主義 其實就是一個 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出現的名詞 當然 不讀日本文學史未必熟 我們可以簡單說一說就算了 我們在三十年代開始 在一個後浪漫主義脫變出來的 我們直接說 他的意思上是解釋 是一些人為無瑕純潔之美 其實這件事 其實一個提出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是對沖著一個文學上 就是一個反映人性醜惑的天然主義 故意 就是一個自然主義 因為這一派 或者新浪漫主義的派人 認為文學的目的是 我們是要用獨者 沉溺在情色和觀能響樣 追求肉體的神秘教 定分是暴露人性和社會的黑面 很醜在一面 對 我們要變一些美好的東西 社會的不好的東西 不要說出來 這個維美享樂主義 就是一個藝術和人生的主要目的 他們相對於人類的感情 有些情趣 比起外部的自然 重視內心的世界 很複雜 很心奧 所以我們講了幾分鐘 就有幾分鐘 當然這個複雜的 當然有興趣可以看一些書 其實不是簡單來說 就是一種叫做 浸味 你說藝術這些東西 老實說也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會欣賞 但一派學者都會提出 你應該這樣說 你應該這樣說 當然這個理念 後來就可以給予一個庫 有很多部分類同 當然 其實這一點 有一個小說 屬於日本原流 因為日本 其實本身有 大家都知道 日本傳統小說 是一個C小說的物體 那C小說是什麼 就是一個 以自我疏離社會 沉溺個人 日常生活 心理和心理之中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 著重暴露大膽的凌辱衝突 赤裸無禄性的苦悶 這一點當然是 現在所謂的 同學有很多 知道這些東西 可以說是 日本本身有一個 傳統 他們本身有 不介意性的 展示出來 當然你看看日本 其實跟中國歷史不同 他們很喜歡寫一些 宗偉的 藍衛情 其實日本文學 很多都會出現 所以出現負 這件事 或者出現十八 這件事是不奇怪的 很正常的 那當然 我們可以入正題 就是 支持這個簡介 這件事 這件事 正題是什麼 你講到 苦這件事 雖然說 丹美很美麗 沉溺肉體 但其實當時有人反對的是 即是說 三、四、十年代 提出這個新浪漫主義的時候 但是 既然有人反對 其實這個影響 其實不算很大 可能只是譚發現 出現過 但後來沉溺了 但當時有些時候 我們一些事情 可能出現了一陣 但會有些 做一些播種的 後來會發展出來的 就是 在二十世紀 讀十年代 大家都熟悉的 開始 就是日本經濟起飛 其實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 女性成為主義的消費者 當時我們之前 如果讀日本近代經濟史 都知道 女性開始做出家庭 即是她們由 全國的家庭主婦 開始獨立 對 事業女性 甚至可以賺錢 多的男人 其實她有錢 也可以消費 整個主義的消費 做一群 既然是這樣 商場上 也會出一些商品 去營業分類 其中 漫畫也有 漫畫小說 對 其中 我們會留心到 小學館 廣談社 和宅經社 也會開始 獨立一些 漫畫分子 叫少女系 也會出現少女系 是漫畫家 不要看少女一點 當時 你覺得 漫畫家又男友都很正常 但當時 其實漫畫家主要是男性的系 他們畫的都是男性向的系 現在出現女性向的少女漫畫家 他們畫的都是少女的系 其出了少女漫畫家 亦都開始出現各種各類不利的題材 雖然說 言話上來說 少女漫畫其實也是 走到自從偉大大師 南保石環節開始出現少女漫畫 一定要提他 因為他什麼派都是大師 但後來都要繼承到少女漫畫家 可以發展 少女漫畫很多種 你這次說副 所以我們先 skip了很多 當然 今集是說副 既然是說副 一定有影響力比較大 一是副 即是說 丹美或少年愛時代啟蒙的大師 即是當年的高手 就是超和四十一年出現的 超和二十四組少女漫畫家 這二十四都因為他們超和二十四年左右出生 其中到現在所謂 被人奉為副的大師 有幾位美刀望 足弓位置和山岸兩指 就是這幾位 其實這三位都算是出名的 通常來講 普通觀眾 如果有留心過 一些比較舊式的動畫畫 都會留心這句名字 例如 我記得好像足弓位置 那個奔向地球動畫畫 長版畫 奔向地球好像有 有動畫版的 好像有 是 記得 都算是大製作 如果有看過 都會熟悉的 都知道這些人 都可以看 這方面 我個人推介 三岸兩指 日出處天子 如果大家不熟 那個年代 可以看一看 哈哈哈哈 我也是 納角硬硬硬的 畫風方面 其實我不太喜歡 大家都知道 那個年代 那些畫風 其實有些 少女漫畫的眼睛大大 很有正義 紅頭有鑽石 然後那些畫風 讚的畫風 就是超美 每一頁都好像 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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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 故事上也都不要看小說漫畫家 其實當時那些畫風的作品其實都很厲害 就算你說奔向地球 他講得差不多是一個科幻小說來的 當然 那些男主角空美形的問題就是這件事 哈哈哈哈 有時候 另一 中宮位置 一套風月木之師 反而是玩西歐的傳統故事 就是傳統的 日出處天子 大家可以自己欣賞一下 日出處天子比較小 故事的舞台比較小 但其實都有一個結構完整 還有他人物其實寫得不錯 可能是因為女性的作者 他們偏向於講一個感情的勢力 人物一刻會比較 思維之外 一個配角出場 你都會見到他的個性比較突出 這個是他們的厲害的地方 那我就覺得 都可以拍打一句 以前的時候真的很好 這些故事真的厲害 現在沒有這麼厲害的東西 大家一看就知道什麼事了 我們如果有機會推薦 可以做一個總集 因為現在不需要 所以我們做富的就算 好了 這一類的作品其實 就開始影響到後來 影響後期 近代的 因為這批都是創始營 到現在已經被人知道大媽 前輩級 後來影響就會出現一些高橋味 和水野英子 會影響到他們的後來 這是第二批 我個人覺得是 總括來影響 他們的作品會偏向 在 剛才說了 王鋒是男性 所以美形 女性 其實 有 但不重要 主要描述男性 比較多 他們的感情 對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男性的感情 其實是像女人 不要說像女人 我直接這樣說 他們所謂的男主角 去想的方式和女性 沒有什麼分別 真的他們是男人 都會有這些男人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會不會這麼多 現在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很奇怪 算了 外套就外套就外套 你繼續說 他們的作品 通常人們認為是父的 女性向的 其實都是男男之外 但他們當時應該不是重點 他們反而是故事的展現 男男其實反而是其次 沒有現在比較誇張 當時就是 好了 其實去到這個造作 就是初次 其實到後期 大概七十年代左右 才真正出現了 標榜著丹尾派的作品 我記得當時是 大概1976年 就出了一本 正式連丹尾漫畫的刊物 Juna 沒記錯 JUNE 沒有讀罪影 是 真正正正 他們的名正言順 出丹尾系漫畫 之前還會是 即是連載漫畫 很多個漫畫家 現在出現了 真正的丹尾系作家 連載 他們就出了大量的名作 當時的名作就不細數了 我們太多了 是的 那些也不是同意 可能是 當時是日本的芒畫市場 大家也知道 大約是 少年… 不是少年… 少年… 那種是足球就行 哪一道 足球小象 大概那個年代 一開始男性 是重視有情 努力的是 但其實女性是… 又不是看一堆東西 女性是看… 另一堆東西 對 對 男星和男星之間他們激烈的情感 是怎樣寫到負的問題 聖誓也有 對 聖誓 貫瀾也有 所以同一個時間開始都出現了 同人物就是負的動物 這是1975年開始第一屆comment market的大會 這個大會發生了什麼事呢 八成是女的參選者和入場人數 反而不是很多 當時早期來說是歷年比較 他們主要出的是什麼呢 足球小場同樣漫畫 星日星之台漫畫 這些漫畫就是跟剛才阿姨說的 自然跟正常男性的熱情不同 他們女性怎樣看一個 即是愛情 不算愛情 不是很好的意思 有什麼好意思呢 其實B.L. 基本上已經是boy love 你已經說了這項 只不過他們在一些 例如你說剛才足球小場 那些比較正常的漫畫裡 引申出來 即是一些比較B.L.向的同人誌 誰做過這些作品 就發覺依然有市場 是的 因為有市場 超大市場 沒有記錯 是其中一個足球小場同人漫畫 CAP特役 就是超成功的 買得超行的 新月上是超級重大成功 亦都開始有人瓜分了這範圍 當然這就是後來的事 當時最主要就是 副的提倡 除了漫畫 有一班原造級大師 當時我都覺得是大師 做得超高的作品 全部都一定要 不要說不好看 一定會好看 就是真的看不看 一方面有一班同人漫畫家 他們畫的大量副作品 另外這個副文化 就慢慢承認了 浮面 也開始浮面 單位是正式的分支 至於B.L.是何時出來的呢 還沒有 我們可以繼續 倒下去 應該數下去了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發生什麼事呢 日本堅砌泡沫 當時亞德國民危機 大家都知道 這一個時候 其實日本經濟消毒 其實都可以 但是有一支獨秀就是 富 跑出 不知為何 生意非常好 這一個漫畫 因為歸咎於 女性向的商業 市場成功 就是雜實 沒有男性向那麼誇張 他們竟然 就一句 有市場就有人進去 這一個時候 另一方面 同人漫畫家 慢慢正式 例如大家都知道 高河公 或是 美其南 CAM大姐 他們都開始由 當年 他們還是 出生慢慢畫 畫到現在 正式成為一個漫畫家 可以加入這個 富系的市場 沒錯 既然有新的 新血加入 商業上 考量 又會大力支持他們 當然有這麼好的成績出現 這個時候 1996年 真正式出現了 BL 這個分支 真的有BL 的漫畫就是 BOOF 這個漫畫雜誌出現了 是 是 好了 我們講到這一節 大概簡略了一個 附日本油狗的歷史傳統 漫畫方面 和同人質的分支展 下一節 我們會講 非常美好的事物 Dolama CD Dolama CD 我們繼續收聽 Dolama CD 好 我們繼續收聽 Dolama CD 好 我們繼續收聽第二節 Fool 到達無雙了 沒錯 我們現在 最後一節 我們留下一節 說什麼呢 說一些很開心的東西 他們有興奮 每節都是這樣說的 好開心的 好開心 我給大家 真的好開心 好 最後一節 我們再說 Dolama CD 近這幾年 婦女系 養成的地方 都不是近這幾年 其實都很早期 沒有記錯 是二千年之後 但是二千年之後 開始越來越多 廣泛 可以說 如果你說回 最早期 其實有些作品 都很Hit 你BL drama 譬如 擁浩春天 那些 或者 艦之契契 那些 其實都比較Hit的作品 銀之災雲哥 那些 但是你說 之前可能早期 始終可能 譬如 日本 在日本來講 其實都算是很出名的 但是後期可能因為更加商業化 變成大量湧出了很多的 譬如在改編漫畫小說的作品 全部都變成大量湧出了 現在就會很普及化 或者你會感覺是一個日本整個產業的體制 沒錯 你出了一本漫畫之後 會考慮 然後黑暴的人 是動畫化 其實已經不理你那本漫畫 或者小說是否Hit 只不過他那本漫畫和小說都是BL方面的 那就可以覺得OK啦 沒問題就可以出一隻BL drama 即是你讀書在小學中學大學 你做一個漫畫變成動畫 中學變成動畫 中學變成動畫 這就是很正常的現象 其實為什麼他做不到漫畫 基本上始終你一來都是比較保守一點 你始終未必 你就算做到動畫出來 你未必電視台會肯播出來 還有你還要看它那個劇情 譬如你有一些很激的 那你又未必真的可以做到 因為你剪掉它 但如果你剪掉它 那你變成一個故事好像不順暢 就是這樣 你不要看的話 那不如我不要做動畫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動畫化有很多商業上的考量 是的 有些作品可能他本身在Dollar CD 就已經賺到夠了 是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 配Dollar CD 一班人配動畫版 可能是一班人 另一班 那可能商業上 他們覺得配動畫版 這個成本 他們賺不到 那麼多他們就不會做 那這個都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那大家就算都知道 前幾季一套救救之血 那質疑怎樣都知道 什麼事 所以 銷量不是很差嗎 不是 在說動畫 我知道 銷量不是很差 銷量不是很差 遊戲和Drama 都不差 就算是動畫版 是動畫版 我怕電話版會弄壞 這個問題就是 好不好看 和賣賣都是兩回事 明白嗎 你這樣說就是一個問題 賣得就可以了 你這樣說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商業跑累 是啊 都是商業的 還有那方面 其實所有的富界 那些女子 聽Drama CD為主 動畫版是其次 沒錯 富系的名作 為什麼沒有動畫化呢 只Drama CD化 就是沒有原因 還有你始終 因為現在比較多星歐 其實可以這樣說 有些真的看星歐而聽 真的會的 我都 本室都說是聽的 難道你看樣子 又有人看 不是我的意思 是說有些 不是每個都聽的 你明白嗎 有些真的喜歡 例如我喜歡某個星歐 鈴鈴 你喜歡鈴鈴 你喜歡鈴鈴 鈴鈴是誰 我最喜歡那個 鈴鈴可以 我最喜歡那個 有些真的追了那個星歐 而聽他們的BL drama 但是有些可能真的看回那個故事來聽 是 譬如我也想說一下 因為你BL drama和男星歐 基本上男星歐都很密切 現在都 不是說密切 其實應該說 應該說 但是你說會不會是 可以捧紅一個星歐 其實我又覺得兩體 譬如你說有些 剛剛比較新進的星歐 譬如在動畫方面 未必有這麼多演出機會 就算是有的 可能也是做一些 配角的角色 可能浮沉幾年 因為你沒有理由一出來 就當主角 是嗎 是嗎 有的 我們現在會說 有的 有另外例子 如果BL drama是另一個途徑 可以讓他們發揮的一種的途徑 其實你如果說BL drama和動畫的分別 我覺得BL drama是比較難演繹 比起動畫 動畫你有試過 可能他做一些動作 他有激怒好身體 有動畫可以看 但都要靠你的聲音去演繹 除了你BL drama 很多都是改小說或者漫畫 通常他們都會看原著 來再研究的角色 打戲都會做 反而做正常 對話各有 都會是 比較多獨白 或者一些對話 因為始終你一個故事 其實他是講回故事的 你BL drama 不同你動畫 你動畫可能人物又多 但你BL drama 通常可能故事 最主要的兩個主角 或者有一兩個配角 在裏面 整個三個四點 只有三百分 沒錯 其實我覺得 都好的 對一些深進的聲勾 可以磨練他們的演技 同樣的道理 都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BL drama 可以助長一些深進的聲優成長 還有人氣方面 我覺得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這個就是 在男性優上 是適合的 為什麼呢 首先是 日本方面 其實有些少少男女 平衡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性優有分 表格和女性優 女性優做女性優 有些忌諱 之前和俠國博物新聞都說到 女性優做女性優 和表格和女性優 要分開 要改名的 但男性優 可以不改 直接做的 如果你是BL那些 其實沒所謂 反而他不會用另一個名字 要不說 你BL可以 是不是一定要去 涉及到18 如果有時候 涉及到18 都會改 但老實說 男性優有很多改的名字 你一看就知道是誰 就是 他擺明告訴你 我是誰 我覺得 真的會利用BL drama 來提升他的人氣 如果他改了藝名 有些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例如說 女性優浮沉幾年 都沒什麼出色 那他們會不會配女性優 是不會的 可能會 但不會這樣相仰 但男性就很勇敢 勇於嘗試 所以其實都 這樣說 逆鄉說 如果你說男性優異 我覺得這個男女 都是 可能女會多一點 就難一點了 但如果你說男性優異 對於這群父女來說 聽掛聽掃一定會認得出聲 其實我不會宣傳不到 我覺得 你在那些PL作品 十共作品 配得有聲有色 就一定認得到你 認得到 那種感覺就是這樣 實際上 在PL聲優也不是很多 多 多 我知道 你比起女性優的來說 你是永遠見到那些名字 全部都是新的 對 男性優來說 名字是一個人 對 你說得對 你應該說這樣比例 照這樣算起來 其實男性優是少的 算是很少的 你算名字的比例是很少的 你就自己去查一下 聲優這一行 我都很熟 我真的想說 我不是很懂得去父這一項 那就是 其實磨念演技上 其實有很多 現在你看到很多所謂的男性優 他們 當年也曾經有些父 當然有少數例外 他們配過父之後 在父隔有一個人 在父女 在轉電動畫版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看動畫 這麼多人是說的 因為聖誘本身已經在附近 有一群很實力堅定的父女 支持他們 轉電動畫版 就會出現很莫馳的人氣 為何當年企雲騰員 作為了電王 作頭一出場 就有電聲優 那麼多人討論這套東西 為何 那群婦女已經腫了 沒錯 普通男性觀眾 他們不留意父隔 他們不知有什麼事 所以其實也有分幾類 我覺得 例如有些少配動畫 或者配一些不是主要角色 有些聲優 都主要配了BL 然後主要是做BL drama 而人氣高 我想講幾個例子 就是附介人氣高 例如尤長浩爾 剛才你說的那個 然後有寧木達央 宇多野蝕 還有另外一個平川大富 其實千月進步也是 千月進步 千月進步也是 即是你聽些名字 可能現在聽些名字 我真的不太熟 即是看過動畫 即是看過動畫 你講幾個名字 好像都沒有在動畫大作出現 或做過主角 但你如果問一些有聽開的BL drama 就會很熟悉他們 這個這個 對 另外有些又反過來 之前可能配動畫多 例如做主角多 例如《深川智之》 《六川光》 《寧村見一》 《智庸無人》 這些 之前也有很多動畫 都有做主角 但後來 可能因為始終你現在 都有很多後戲之秀 所以他們可能都會比較少 在動畫發展 還有《深川智之》 還有《深川智之》 都很特別 大家知道 《深川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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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不開工就沒事做 那做什麼呢 賺外快 而且他好像說BL drama 都很高 年產量好像很多 但我實際是找不到數 他比配音動畫好像那個 薪金 高一點 是高一點的 因為本身拿著CD 他只要發聲就可以 他不需要滑滑 他成本量低 當然可以送多些錢 在聖優上面 還有 剛才說的幾個 都是因為他們 可以說是保持人氣 我可以這麼說 之前因為動畫 都已經有一班粉絲 只不過他少了 現在少做動畫 就轉到BL那邊 他又可以提高 其實可以保持人氣 即使你長時間不練習 你會生衰 沒錯 另外一班 動畫和BL都比較活躍 兩邊走 兩邊都是這麼活躍 例如神歌浩士 小姐大褲 《中村遊一》 《岔田照》 《福山潤》 這幾個 其實 福山近幾年 福山潤 好像少了一點 福山潤 其實如果我講這五個 福山潤 是最多的 那兩個都 然後有神谷 基本上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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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找他們來做BLdrama 我覺得都一定想看那個銷量 而找他們來做主角 可以令到更多人會買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們這一群男的聲優 一來又可以保持人氣 二來又可以鍛煉演技 其實BLdrama不是大家想到想聽什麼 不知道BL漫畫都會覺得什麼來的 但其實不是 我反而覺得drama和game和漫畫小說 基本上都有些分別 因為功能刺激一個是聲能刺激 其實如果我自己聽 我又不可以自己聽很多 我又不是很專業 我只是選擇來聽 很正常 但如果我聽了幾套來說 都是比較不是多H那一類 它都有分的 H多和H不多 即是厚味的高低 是重的 我自己聽到都是比較輕的 譬如我講一些例子 譬如緋紅愛戀 其實它有兩個故事 綻田和中邨 另外一個故事 《魚多野攝》和《嶺木千尋》 其實它都是改漫畫 但我覺得它的故事幾好 因為我也有看過這本漫畫 然後再聽回BAL劇 我覺得你真的聽到 中邨其實真的演繹得很好的 這個角色在裏面 《魚多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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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谷聽起來真的是一個演技 通常每一隻drama之後 他會有一個3-top 有兩個聲音 即是大家看DVD動畫 3-top說一個感受 我做完這個job 覺得這個故事是怎樣怎樣 中間會霸了很多聲音的黑暗歷史 阿神谷他們都說這個角色很難做 不是表面看得很像DVD動畫 想聽些什麼 但其實你是有內容的 聽到一些男性的聲音 做得很好 另外有一套我自己都很喜歡 這個也是改小說的 美人和愛人分上下 參田智和和寧木達央 這套我看見很多人都很喜歡這個作品 我也是因為這套作品 而買一本來看 其實這個 《夜影視重洲》呢 哪個啊 你說 《美玉桂》 聽到這個人氣都不錯 《美玉桂》都很多 但可能始終未去到主角 某個是《夜影視重洲》呢 當然另外有一個我想說 就是最後啦 我覺得很棒 《銀之鎮魂歌》 《產五天之泡龍石田章》 這個改小說 這套又是經典 因為這套都很久了 我自己都最近找回來聽 自己都覺得很棒 說了這麼多遍 不知道說了多少個聽得懂 不過放手 我也有一個聽不懂的放手精神 我覺得如果我自己推介 我自己喜歡看故事多些 聽故事多些 主要故事的劇情多過純粹聽H那些 其實沒有給你 只有一個男人 沒什麼特別的 騙得來都要有技巧 你知不知道 就這樣騙就算了 我明白的 我姑且不好意思 我對不起大家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們幾辛苦 其實他們幾辛苦和幾有話 Aiba說得對 正如大家聽這個歷史系列 好像影大講到 機閒動畫不是有機閒就算 不是有聲音就可以 不是有聲音 我明白的 其實你說他們聽一隻BL drama 你是可以聽到他們的男星遊戲 其實付出了很多努力 付出了很多努力 當然 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裡面 不是純粹錄一隻drama CD 賺錢就算了 我希望大家喜歡聽BL drama的朋友 都希望知道他們配一隻BL drama 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他們配的時候也很有壓力 好 我們今晚的節目都差不多了 其實我們說了那麼久 前後說負的集數 其實我們說的都是女性向的負 至於男性向的負 因為我不熟 男性向有負的嗎 有的 有的嗎 男性向的負 女性向的負 是不是女性向的負 女性向的負的負 肌肉男為主 我都不熟悉 我們從略的是 都是女性的 有其他意見的話 歡迎在我們動物模式的方式留言 或者提議我們第三天想說什麼 沒錯 我們那天為什麼阿撞田會由 受變攻 我們不介意他們 他們這些沒有說誰 受攻 主要角色對 我們有機會再拍第三集 今天時間差不多啦 spikes owner